選舉投票日即將來臨 坊間也出現許多違規廣告物 像畫面中這個廣告布條 就是因為沒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而被列為違法廣告物 宜蘭施工所在今天依法拆除 並追查所有全人 依廢棄物清理法予以處罰 立岸市我們陸續有發現一些違規廣告物 我們廢棄物調裁的補條 我們今天也由相關單位來認定 確定這是違規廣告物 跟選舉也沒關係 立岸市我們發現 總共有十幾個地方 都有掛這種違規廣告物的橫布條 所以我們今天盡量全民要拆敵 再來我們也要找說對象是什麼 如果我們找就知道對象是什麼 我們一位要出發一千二百元到六千元的法法 所以我們也要結局來了解這個違規廣告物 這個橫布條是誰來懸掛的 如果我們查到之後 我們馬上要進行告發 先緣陳靜宇更要求縣政府要硬起來 強力執法 除了依法拆除縣府管轄道路的違規廣告物之外 也要發文給其他鄉鎮公所 要求比照宜蘭市公所的執法態度 拆除轄區內的違規廣告物 今天在宜蘭市這裡 我們看到我們觀眾的市長非常有魄力 要接到我們相關單位來認定了 因為這是廣告廢棄物 我也希望我們宜蘭官 確定請政府一定要依法適用 所有管轄類似的方法 或是橫布條一定要一併做處理 端正選風不可以讓這種 用磨磨的這種補條來影響到選議 請政府一定要做一個宜蘭官的通盤檢討 維護士隆 標準一致 維護士隆 標準一致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每個人請喝一杯 各位請問